美国最长的政府停摆 已经满一个月了 特朗普试图在移民政策上妥协 来换取坚强的资金 然而民主党根本不买账 那么美国两党之争何时休 我们来看一下 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CNBC的一篇文章 说民主党希望掌握主动权 美国政府停摆已满30天 创造了美国政府停摆的 一个最长记录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政府停摆所造成的影响 更多的美国民众 倾向于指责特朗普政府失职 民意调查还显示 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 修建边境隔离墙 由此看来 特朗普政府比民主党 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 所以特朗普提出了新的移民计划 企图打破目前的僵局 并且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但是民主党对于此项提议 根本不予考虑 民主党意图继续施压 直至迫使特朗普真正妥协 并且放弃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计划 民主党将于下周提出议案 来解决政府停摆问题 借此来掌握主动权 来自印度时报的文章指出 整个美国社会运转受挫 文章指出 由于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关闭 美国社会上上下下 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两党之间互不妥协 不能够坐下来谈判 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是在政治博弈当中 消耗着民众的信任 特朗普企图以改变部分移民政策 来换取边境墙的资金 但是民主党根本不予考虑 政府停摆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对社会造成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美国各地80万联邦雇员的工资 被拖欠 削减政府服务的同时 也影响了美国的旅游业 国家公园也被迫关闭 食品和药品检查受到限制 经济指数一再下跌 联邦法院的资金也即将耗尽 美国政府停摆 导致整个社会运转受挫 我们再来看中国文汇报的一篇 分析文章 说修墙之争其实是价值观之战 新华网的援引文汇报的文章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民主党死死不松口 其原因在于两党隔离墙的斗争 不只是简单的财政拨款问题 而是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一场 价值观之战 对特朗普而言 修建隔离墙包含着排斥外国人 外国文化与墙外的意味 只有这样 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才能得到保护 其实质是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而对于民主党而言 修建隔离墙显然与其自由开放的 多元主义价值观相违背 在特朗普和民主党双方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而战的同时 政治妥协的空间减少了 虽然价值观之争导致双方的妥协困难重重 但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政治妥协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深谙于此 为了缓解政府长期停摆给各方带来的压力和损失 民主党和特朗普势必会再度寻找其他方式 来解决目前的棘手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停摆在影响着总统大选 专家认为 格力墙只是总统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 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 根据民主党人的说法 这笔资金对于财政预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反对批准这项法案 事实上修建格力墙所需要的经费 仅占政府总支出的0.1% 不大可能成为国家预算的沉重负担 当然也不会导致国家预算出现赤字 美国总统大选将于2020年11月举行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正在争取选民的支持 专家认为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围绕在边境 修建格力墙这个议题 扩大分歧 是试图在2020年选举前 来巩固选民的支持 对于特朗普来说 格力墙是一个选举标志 专家提醒到 在政府甚至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美国领导者应该为这种官僚主义 做法的后果做好准备 好 以上就是美国政府停摆 僵局难破 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